大家好,猪肉别只会用来腌腊肉了 把猪肉放入酱油里面,泡上三天 煮熟后香气扑鼻,色泽诱人 那味道真的是一觉 比腊肉和叉烧肉都要好吃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来准备一点大料 排中放入几个八角 几片香叶 一块桂皮 一小把花椒 一小把回香 几个干辣椒给它放一旁备用 锅烧热不用放油 把刚准备好的大料放入锅中 开中小火翻炒 给它翻炒出香味 给它翻炒成这种金黄色 炒出香味后加入300克的生抽 再加入30克的老抽 或者是红烧酱油上色 再加入30克冰糖 一勺食盐 用铲子搅拌均匀 开中火把所有的料汁慢慢煮开 水烧开后转成最小火 给它煮三分钟左右 给它煮出香味 三分钟后 现在香味已经非常浓郁了 就可以直接关火了 再把酱汁倒入一个大碗中 放凉备用 今天买了两斤五花肉 如果想吃瘦一点的 可以用前夹肉或者是梅花肉来做 味道也是相当不错的 我个人觉得五花肉口感会更好 这个五花肉太长了 我们给它切成小段 这样会更容易入味 切成这样子的小段就可以 这个猪皮上有许多的猪毛 最好给它处理干净 不然吃到猪毛就太恶心了 把锅烧热不用放油 把猪肉放入锅中 猪皮的一面朝下 开中小火麦烙 把猪皮上的猪毛烫掉 这样可以去除猪皮上的腥味 像这样上下左右的滑动 把猪皮烙成金黄色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再把它取出来放入温水中 把猪肉清洗干净 用刀像这样刮洗一下猪皮 把猪皮上的猪毛和汉字都刮洗干净 猪肉几个面都要刮洗一下 清洗一遍之后给它控水烙出 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 给它多清洗几遍 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 洗净后给它控水捞出 把猪肉放到面板上 再准备一块厨房纸巾 盖住五花肉的表面 像这样轻轻的按压 把五花肉表面的水分充分吸收干净 把每个面的水分都要吸干 因为五花肉表面有水分 这样容易滋生细菌 五花肉就很容易腐烂掉 擦干水分以后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瓶高度白酒 50度以上的最佳 把它倒入一个大碗中 再把肉放入碗中 往肉上面加入少许的高度白酒 只要双手将白酒涂抹均匀 我们尽量将白酒涂抹均匀 每个夹缝里边用手指涂抹均匀 让每一块五花肉都能裹上一层白酒 白酒有杀菌的作用 而且不会自生细菌 并且用白酒清洗过后 猪肉吃起来会特别的香 肉洗好后放入一个大碗中 大碗最好选这种陶瓷碗 腌制肉类还是陶瓷材质比较好 它不会与酱油发生反应 从而不会影响到肉质的口感 这个时候把晾凉的酱油汁也倒进来 继续用手抓捏均匀 直到每一块五花肉都能裹上一层酱油汁 多抓揉两分钟 这样五花肉也会更容易入味和上色 用手把肉压平 让肉能够更好的泡在汁水里面 酱油汁刚好没过猪肉 这就是最好的状态了 接下来准备一个无水无油干净的盘子 把盘子压在猪肉上 确保猪肉能够更好的进泡到 然后盖上一张保鲜膜防止串味 放进冰箱冷藏腌制24小时 到了第二天把肉取出来 拿掉保鲜膜和盘子 我们把肉全部翻个面 这样肉的正反面都能够泡到酱油汁 味道会腌制的更均匀 我们还是要盖上一张保鲜膜 再腌制24小时就可以了 时间到了 我们把猪肉取出来 用一把剪刀给肉戳一个洞 选择猪皮处 戳洞更牢固 再用一根绳子穿过小洞 再打一个小结 这样方便用钩子挂起来 再放到菜篮子中 防止酱油滴落的满地都是 全部完成后就可以拿去晒了 如果天气好的话 先用太阳曝晒两个小时 然后收起来挂在阴凉通风处 让肉持续的风干 等肉的表面全部干透后 就像这个样子就行了 这个时候的酱油肉就可以吃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最简单的一道做法 把家里的电饭锅拿出来 往里边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用刷子把食用油均匀的刷开 做这一步是要防止猪肉粘锅底 然后把酱油肉放入锅中 一顿吃多少放多少 直接放入电饭锅中就可以了 这里不需要加水 也不用加其他的东西 因为待会就会出油 我们直接按煮饭功能就可以 中途可以打开盖子翻一个面 这样会烹饭的更快更彻底 再盖上盖子 时间到就可以出锅了 经过40分钟的焖煮 这会儿五花肉已经熟了 就可以出锅了 再把它夹出来 放到案板上 不烫手之后 趁热把它切成小块 一边切一边忍不住吞口水 忍不住想要偷吃了 这样做的肉看着非常的有食欲 吃起来比腊肉还要香 腊肉做出来会有一股腊味 而我们这样做出来的酱油肉 只有香味 因为腊肉的腊味 一般人真的接受不了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 锅底的料汁也可以浇上来 会更加的浓香好吃 这样做比腊肉的时间要短 但是却比腊肉更好吃 不受时间限定 什么时候想吃了 什么时候就可以做 这样做的酱油肉 吃起来肥而不腻 瘦而不馋 酱香味十足 下酒又下饭 可以用保鲜膜包起来 放入冰箱冷冻保存 想吃的时候拿出来解冻 随吃随去特别的方便 也可以选择继续晒干 形成风干的酱油肉 看上去和腊肉有些类似 但是味道却完全不同 如果你也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转发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